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我家垃圾桶通古代》 作者 谭剑听传 演播 西瓜的园 小盐 后期 胆小鬼 第126集 两个人又说了一会儿话 约定了前往的时间就挂断了电话 而李家大哥听说 韩诺要抛开他独自去之后 做出一副不舍的样子 不过是为了逗韩诺开心 分开短短几天对他们来说没什么大不了的 要知道在小世界中 他们可是分开过十几二十年的 几天后 韩诺跟着长秒夫妻和朱文润一行人 登上前往花旗国的飞机 长秒当了妈 性子没有稳住多少 拉着韩诺说了半天 最后自己睡着了 沈春阳问乘务员要了毯子给长秒盖上 陪着长秒一起睡 韩诺没有睡意 戴起耳机看电影 电影里面放的是一部好莱坞的大片 是《默示陈光的最大竞争者》 韩诺从头看到尾 发现这部电影的剧情与《默示陈光》不相上下 但在特技上差了一斤 好莱坞的技术再先进 也比不上韩诺带着外挂的黑科技呀 不过这部电影是花旗国本土的片子 从根上就胜过了《默示陈光》 《默示陈光》想从他这里抢奖项有些困难 省城到花旗国要飞十多个小时 韩诺看完电影后 发现机上的人全部都睡着了 耸了耸肩膀 干脆闭门修炼 似乎在天空中的效果比在陆地上瞧 下了飞机后 没有导过时差的众人精神都不是很好 迫切地想要找个舒服的地方好好休息一下 祝文睿办事妥当 早就在四季酒店订好了房间 花旗国的四季酒店可是奢华的大酒店 住宿费用不低 祝文睿本来不想订这家酒店 只想在附近的小酒店订房间的 不过 韩诺说 住宿费由他出 让祝文睿订好的酒店 只要住得舒服 不在意价格 祝文睿便订了这家四季酒店 酒店濒临比佛利山庄 这里可是有着全世界最尊贵住宅区的称号 被人们称为财富名利的代表和象征 这里有全球最高档的商业区 也云集了好莱坞影星们的众多豪宅 同样还作为世界影坛的圣地 罗德尔大街是比佛利山庄的名店街 街道两侧林立各顶级品牌的旗舰店 不仅是气势比其他购物区更高 各个建筑在室内外设计上都极为用心 体现出艺术与商业的完美结合 长秒对比佛利山庄的兴趣非常大 恢复精神以后就拉着韩诺出去逛比佛利山庄的商业街 大卖特卖 顺便看看能不能邂逅几位好莱坞的大明星啊 他们的运气不错 看到好些明星 不过也只是看看 没有上去打招呼要签名 经过一天的整修 两天的游玩 终于到了奥斯卡颁奖典礼的这天 颁奖典礼在好莱坞著名的杜比剧院 原名科达剧院 2001年11月建成 拥有34004个座位 从2002年开始 便一直都是奥斯卡的固定举办地 韩诺等人不用走红毯 直接跟着工作人员进入剧院做好 幸好不用走红地毯 这个天穿裙子绝对要冻出病了 长淼兴赞乐祸地对着韩诺小声说道 好莱坞今天的气温可不高 寒风吹在人身上冷嗖嗖的 穿着羽绒服都冷 何况红毯上那些露肩露大腿的女明星们 长淼看着都替他们冷 韩诺白了他一眼 人家那叫职业道德 长淼刺了刺牙 少来 你这是鳄鱼流眼泪 别以为我看不出你眼里的看好戏的视线 两位美女聊什么呢 韩诺旁边一黑 一个人影在他身旁的椅子上坐了下来 呦 贾大导演啊 好久不见 怎么现在才来啊 韩诺和长淼招呼来者 飞机晚到了 贾快军说道 他不是和韩诺一行人一起来的 之前他回了港岛过年 想着多休息一段时间 没有返回内地 而是直接由湾岛起飞 前来花旗国会合的 你现在可红了呀 是不是湾岛的记者追着你啊 不让你上飞机啊 长淼开玩笑地问 贾快军苦笑 你们就别含茬我了 这怎么是含茬你啊 说你红还不好吗 长淼用眼白对着贾快军 贾快军叹了口气 唉 你们也知道弯道记者的德行 人红是非多 长淼好奇 啊 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贾快军瞥了韩诺一眼 唉 韩诺 你可别生气啊 跟我有关系啊 韩诺被提起了兴趣 你说 我绝对不生气 更不会牵动于你 这可是你说的啊 贾快军得到保证 将自己的手机掏出来 连接弯道那边的网页 递给韩诺 你自己看吧 韩诺疑惑的结果 长淼也伸长了脖子 凑到韩诺的脑袋边 往手机屏幕上看 只见网页的标题上 一行大字 奥斯卡级大导演 贾快军的地下情人 长淼当即就问了出来 哎 贾大导演 你什么时候有女朋友了 怎么都不跟我们说一声啊 贾快军苦笑一下 继续往下看 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奖 提名的贾快军导演 言自己是单身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就小编所知 贾导演有了一个交往许多年的女友 两个人甚至一起到酒店开房 产书下面是好几张照片 有两个人都在车子上的 有其中一人下车 另一个人还在车上的 画面中背景是酒店门口 一男一女能够清晰地看出 男人是贾快军而女人 网友们都表示不认识 长描一张脸变成一个窘形 指着画面上的女子哈哈大笑 诺诺 你竟然成了贾快军的地下情人了 不知道你家卫风看到这个新闻会是什么反应啊 会不会一巴掌把弯岛打沉了 韩诺黑线 这照片不是他上次去弯岛旅游第一次碰到贾快军 由他送自己回城里酒店时被人拍下来的吗 那时候他没有在意 没想到这个时候爆发出来了 也对 那个时候的贾快军是个过了气的乡土剧演员 根本没有新闻价值 哪像现在已经是世界级的大导演了 新闻价值大大的 这些小报编辑们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 没有事情的都会平白编出来 何况如今有了照片做证据 说不定呢 韩诺想起自家老公吃醋的模样 痴痴地笑了 你不生气 贾快军小心翼翼地道 摆明了无稽之谈 有眼睛的人都能看出来 只是两个人路过酒店 一点暧昧都没有 谁会相信啊 这种小道消息过几天就沉下去了 韩诺吃笑 贾快军松了口气 啊 你不生气就好 韩诺挟了他一眼 我有那么让人害怕吗 你是我老板 你若是生气把我开除了怎么办 我当然害怕了 你现在是国际出名的大导演了 其他公司都捧着钱求你拍戏呢 你还怕被诺诺开除啊 贾快军正色道 没办法 我这人练就 三个人说着话 颁奖典礼正式开始了 默示群光 先天条件受限制 虽然在全球票房重计金额 但奖项上没有优势 最终只获得了一个 最佳特效奖和最佳剪辑奖 两个技术类奖项 其他人全部折戟尘杀 不过 就算只是两个技术奖 对于国内来说 已经非常了不起了 消息传回国内 国内的人比贾快军等人 还要激动兴奋 没有参加颁奖典礼后的庆祝酒会 韩诺回了酒店 正要休息 听到敲门声 打开一看 贾大导演视野 你就不怕这个时候来找我的照片 又被狗仔队拍到啊 坐实了 我是你地下情人的事情吗 韩诺将贾快军让进房间 贾快军挠挠头 呃 应该不会那么倒霉吧 韩诺白了他一眼 放心 我刚才看了 附近没有狗仔队 贾快军松了口气 要是再被狗仔队拍到 他跟韩诺一起的照片 编点花边新闻什么的 他可不敢再去省城和地市了 韩诺那老公看起来就不烦 自己可不敢招惹 一不休息 找我做什么 韩诺走到客厅的酒吧台前 问贾快军 喝什么 酒还是饮料啊 来杯咖啡 贾快军道 太兴奋的睡不着 想找你聊聊下一部电影的构思 韩诺的手一顿 大晚上的喝什么咖啡啊 只有饮料和酒 随便选一样 韩诺主要是懒得煮咖啡了 贾快军只得道 来一杯果汁好了 韩诺倒了两杯果汁 走到沙发旁 将其中一杯递给贾快军 你这么快又有构思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我家垃圾桶通古代 贾快军接过果汁 道了声谢 一早就有了吗 我想下一部 拍休闲题材的电影 休闲题材 韩诺道 不好拍 一百多分钟拍不出 什么休闲的精髓吧 贾快军道 可以拍成三部曲之类的 哦 果然早有想法 说说剧情是怎样的 贾快军开始述说 这个故事 围绕着末法之节展开 南宋末年 清田刘家的当家夫人 安阳郡主 龙金入体怀了孩子 刘老爷心中痛恨 但因为郡主的身份 不敢表露出来 收买了杀手 让其在郡主生育后杀掉孩子 安阳郡主 临产前去寺庙烧香 谢后同样将要临产的 刘泉山庄的庄主夫人 两人结为好友 半夜 二人同时生产 下人太过混乱 将两个婴儿的身份 给弄掉个了 此时杀手来袭 杀掉了其中一个婴儿 活着的那个 既是安阳郡主所生 但因为听声变貌 低血认亲都无法确认 死因为谁家子 便成为两家子 有两家共同抚养 听到这里 韩诺忍不住的 这个设定 很像狼牙榜里的肖锦锐的设定啊 贾快君黑黑一笑道 嘿嘿 正是接见了肖锦锐的设定 狼牙榜我看过 挺好看的 也喜欢里面的角色的 哦 难怪 继续讲吧 十八年后 南风宁 也就是主角 成为了文武双全的翩翩公子 在江湖中享有圣名 此时蒙古入侵中原 刘家和刘全山庄 被蒙古人摧毁 南风宁行刺蒙古大汗 报仇未遂 被援兵追杀至蜀山深处 误入仙家秘境 被修真门派收入门下作为弟子 此时修真界的境况并不好 封神之后 洪荒世界与地球之间的联系断开 地球上的天地元气逐渐消散 修真者不得不归缩在 由阵法所庇护的密定中 方能够将修真传承下去 为了走出这一困境 千年前 几位大能耗费所有的修为 和生命力 推算出修真界唯一的生机 千年之后 龙族之子斩龙脉 凝聚华夏龙器 配合阵法 可以将修真秘境 传送回洪荒世界 让修真者们回到洪荒世界 那样元气充沛的世界 继续修炼 南风宁便是补算中的那个人 修真者们自然全力培养他 百年后 南风宁终于结成经丹 离开秘境 为修真者离开地球的计划 做准备 南风宁改名刘吉 自博温 辅佐乾隆朱元璋争夺天下 其实是暗中 在华夏大地 布下大型传宗阵法 大阵完成时 刘伯温一箭斩龙脉 晃出华夏龙器 流入大阵中 大阵启动 带着修真者和刘伯温 离开地球 前往洪荒世界 只留下几个秘境 和有关修真者的传说 贾快军讲完后 眼巴巴地看向韩诺 这个剧本怎么样 韩诺点头 嗯 不错 听起来有些意思 回国后 你把完整的剧本写出来 由朱文瑞立向 贾快军连连点头 韩诺指着房门 大导演 你该回去休息了 贾快军虽然没有丝毫睡意 但明白 半夜还待在人家女士的房间 非常不礼貌 于是 乖乖地离开了 韩诺关上房门 轻声道 出来吧 屋子里面的空气一荡 一个人影 凭空出现在屋子里面 正是本该在大中 或者华夏地势的李家大哥 你怎么来了 韩诺含笑走过去 李家大哥伸手 圈住韩诺的腰 两天没见你了 想你了 韩诺轻笑 我也想你了 接下来的 温存 就不用细说了吧 非礼物事 温存过后 还有精神和余力的两个人 将自己收拾妥当 一同出门游玩 虽然好莱坞是个不错的旅游圣地 但韩诺已经玩了几天了 于是建议 哎 去拉斯维加斯吧 李家大哥自无不答应 两个人的身影一闪 从酒店的房间里面消失了 下一刻就出现在拉斯维加斯的忙的角落 拉斯维加斯这座神奇的城市融合了古罗马 浪漫之都巴黎 据异国情调的埃及 激动人心的纽约市和威尼斯运河的风格 在五彩的灯光下显得美丽无比 两个人走在大街上 这座不夜城即使到了半夜 街上的人也不少 去赌场 韩诺拉的李家大哥朝一家看起来非常豪华的赌场酒店走过去 酒店是威尼斯风格 几乎把威尼斯的特色建筑都搬了过来 拱桥 运河 石板路 探西桥 圣马可广场 钟楼 各种水城威尼斯的风光 还有二十分钟变化一次的人造天空 让人叫绝 咱们去试试运气 不能用神识啊 也不能用法术 看最后谁输谁赢 李家大哥纵容的任韩诺拉着自己走 没有说答应也没有说不答应 但对于韩诺来说 李家大哥没有开口反驳就已经是答应了 两个人先玩的是老虎鸡 这完全是凭运气 韩诺今天似乎不受幸运女神的照顾 连续花掉了上千美元的筹码 也没有赢过一局 最后还是靠牌桌取胜的 虽然不用法术和神识 但修真者的记忆力可是极为强大的 韩诺将牌桌上的扑克全部都记录下来 玩二十一点还不是轻松取胜吗 不过他深明低调的原则 赢了二三十万就收手了 拉着李家大哥离开赌场 去玩拉斯维加斯的另外一个特色 结婚 虽然他们两个早就是夫妻了 痛快地玩了一个晚上 李家大哥顺一回地势 韩诺本来也想直接回去的 不过想到长苗等人还是留了下来 跟着长苗在花旗国转了三天 买了一大堆礼物后 才跟着他们坐着速度超慢的飞机飞回国内 甲快军比他们先走一步 他急着回去写剧本 这人的工作狂本质让众人感叹 有这样一个导演挺好的 能够不断为公司赚钱 回国后不到一个星期 甲快军就将名为斩龙脉的剧本提交了上来 韩诺拿了一本复印本 与李家大哥看了 并将剧本放在方鼎旁边 想看看方鼎是否会将他们再次带到剧本中的世界 南山寺庙的客舍内 两家人忙乱不堪 全都慌了手脚 建议两家来上乡的女主人 竟然赶在这一天晚上一起生产了 毫无准备的两家下人 如同抓了下的蚂蚱 根本不知道如何反应才好 还是几个年老的嬷嬷 指挥着下人们 做着各种准备工作 为孕妇接生 天空中雷电交加 大雨倾盆 掩盖了黑暗中的杀机 这个时候 忙碌的下人们都不知道 有人竟然会对刚出生的婴儿吓杀手 终于 两个孩子出生了 但因为忙乱 两家的奶娘抱错了孩子 刘家的奶娘抱着刚出生的小公子回到房间 先给孩子喂了奶 再哄着孩子入睡 看着小小的婴儿 奶娘露出怜爱的笑容 这么小的孩子以后就是他的主子了 他后半生的依靠 正想着 忽然奶娘身子一软 栽倒在床边 房间里面忽然多了一个黑衣人 他三步并两步走到床边 看到小小的孩子 黑衣人心中生气不忍 愁愁了半天 最终还是缓缓地 抬起了自己的手 如果我是你 就不会杀这个孩子 房间里面忽然响起一把稚嫩的声音 什么人 黑衣人猛然转身 戒备的低喝道 柜子的阴影处走出来一个孩童 小小的个子 肉肉的身材 最多不过三四岁的样子 不过一张小脸板得很严肃 露出成人般的表情 竟然是个孩子 黑衣人惊讶 你是卓家的大少爷 孩童点点头 不错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感谢您的收听